本省的序幕事业,近年来在政府的大力倡导和鼓励之下,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展,那么就以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乳牛来说,在彰化县一带就有1200头了,全省目前为止大约有4000头的乳牛,每天的产量非常可观,政府对于这些养私乳牛的农户都有一个保证价格的一个保障,那么如果品质和管理方面优良的话呢, 还有更多的鼓励,到目前为止,牛奶收购的保障价格每公斤是5块2毛钱,那么含质量最低的限度要是3.8%以下,我想先请问何先生啊,就是您这个一共养了多少头乳牛,24只啊,这24头乳牛平均,一天能够产充它哪样? 是,就是这样的啊,如果输入水,输入水,输入水量比较多的,如果输入水量比较少啦,但是今天呢就是150公斤,150公斤,每公斤保证价格是5块2毛钱,那么一天收入也很不少了,成本占百分之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